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说的那些是一个松动的专制啊 因为中国的高官在美国有有孩子 有什么小孩在这上学有财产什么 这个呢都是从他的这种主观的愿望去思索问题的 但是我们当时我觉得我们没有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要恢复这种天衣无缝的专制的话 它的阻力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更恰当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有那么多官员还是想要经济改革 还是想要私营企业是吧 他都在阿里巴巴那投资了是吧 他这个在他上市以前他已经提前进入了 等着这个等着这个上市以后就就就发财了是吧 这些我觉得是问题的一方面 也不能说是错的 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但是我们没有去问一个问题 就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会不会遇到阻力 那如果要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回答 就可以比较肯定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我这书里头提了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六四以后政治上最大的变革 是在于六四以后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就是在一个专制体制里头 唯一能够限制现任领导的是过去的领导 是前任 你我都限制不了 你是媒体也限制不了 我是大学教授也限制不了 是吧 我是马云我也限制不了 谁也限制 我是美国总统我也限制不了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老领导 但是胡锦涛被嫁出去了 对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够委作为一个机构 作为一个体制给他废除的意义在什么 就在这地方 给他废除以后 前任对后任的限制都是非制度性的 通过个人 通过其他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 是吧 然后你刚才说的是胡锦涛这个 那你只说了一个人呢 是吧 如果有中够委存在的话 中够委可能有二三十个人 可能有四五十个人 可能有六七十个人 是吧 中够委当时成立的时候 是给他有充分的这种话语权的 没有给他决策权 当然他有时候越位了 是吧 但是从体制上来讲是没有给他决策权 他有话语权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是有个合法 合理的这种权 权权权权利 是吧 他可以作为体制上发声 我中够委认为 这么做是对的 这么做是不对的 是吧 作为一个体制的发声 和作为一个个人的这种发声 即使是你是胡锦涛 即使你是江泽 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六四以后 当时呢 这个当时的元老的考虑的话 是要他加强 江泽民的权利 因为他觉得中够委老在那干涉 确实他当时也是在干涉 而且他干涉的是干涉 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 是吧 那他为了不要让他 继续干涉这个江泽民 就我这书里提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六四的这种领导层的变动 让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 有远见的领导人 就是赵紫阳 失去了位置 而让一个江泽民 是吧 就是完全政治上的这种新手 接任 所以当时的元老呢 就在江泽民的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总书记位置上 给他投资了很多的权利 包括废除中够委 很多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 都去批评这种中够委 因为中够委当时是有很多的保守派 保守派 但这东西的还是可以变化的 保守派跟自由派一样 都是有一个平均的人均寿命的 另外其实自由派和保守派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关心 我关心的是 在一个体制的上层 即使是一个专制的体制 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制约 唯一能够制约的 就是代表前任的这种机构 废除了中纪委的话 就把这种机构的声音 完全给他变没有了 所以我就是 就这是一种反事实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中够委 继续存在下去的话 18年改线会不会这么的容易 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 第三任会不会这么容易 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 也可能会发生 但是可能不会像历史那样 轻而易举的就发生了 所以就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 就是说对这么做的阻力 完全没有了 其实你并不需要宪政民主 去做这个阻力 你只需要把前任 给他一种有组织性的 这种声音就可以 但是不会是民主 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会不会走到 现在这么独裁 我是觉得如果有这种 制约的这种机构的话 中国不会像现在这样子